5、4、3、2、1 点火 点火 天舟4号火运飞船 由长征7号遥五运载火箭搭载 在凌晨1点56分 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 文昌雷达跟动正常 出推器关机 出推器分离 这次发射是天宫太空站建造阶段 六次飞行任务中的首次 主要为太空站载轨运行提供补给 肩负首飞重任的天舟4号 属于全物风设计 是全球燃役货物运输能力最大 载轨之前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 主要运送足够航天员用半年的生活日用品 太空站维修保养零件 补给燃料和太空研究仪器等物资 据了解天舟4号今次飞行 装载了保加推进制等200多件货物 天舟4号稍后将会和太空站的天和核心舱 以及上个月抵达太空站的天舟3号交汇对接 而晨周14号载人飞船将会在下个月到太空站 蚌天实验舱将会在7月到达